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 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教授 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文秀兄 大专兄好 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 前一回您的来我们节目 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个飘飘荡荡的玩意儿 落在了月球表面 而且是我们不会常常接触的那一面 接触不到的那一面 现在好像又有一个消息 跟探阅有关 探阅中国大陆的总设计师发表了谈话 对大专兄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 我们在节目里面 平常讲了很多国际上面的太空发展 是 所以无论是美国也好 俄国也好 欧洲也好 印度也好 那还有包含中国大陆 我觉得应该摆在一块等量奇观 用同样的标准去检视每个国家 它太空发展的进程是怎么样 但是你真的把它做客观比较 会发觉中国大陆 它的暗部就班是这些国家里面 应该是最明确的 你看得到我们讲它登月探月这件事情 有小三步有大三步 小三步就是绕落回 先去绕 是 嫦娥一号二号 那落嫦娥三号 小车子跑出来了 那回呢 嫦娥五号把样本带回来了 是 大三步是探灯柱 所以探月的第一步就是小三步绕落回 灯呢就是人去登月了 是 大陆应该是2030年 然后探灯柱柱就是长期柱流了 他在登的时候 就已经准备着要去住了 是吧 在当年阿姆斯壮 什么柯林斯这些人 登月的时候 好像没想到要去住 他没有一个更积极的长期的想法 我觉得他们降落在月球表面 柯林斯是在轨道船上头的 是那个buzz 艾德林跟阿姆斯壮 对他们俩下去的 我相信他们下去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去过 所以你的生命能不能活着下去 活着回来 都不知道 是 心里面一定想的是 甘乃迪总统最早说的那句话 人要上去 这整个计划开始于甘乃迪说的那句话 他说在十年之内 我们要把人送到月球 是 白讲完下一句话 安全的再带他回来 太空人想说 总统啊 你要维持承诺 那时候是这样子 但是呢 到后来发展 现在看就回到中国大陆 刚刚讲的那几个发展的步骤 我们刚刚讲了 长河三号四号五号 那长河六号七号八号也定出来了 是 所以很有趣啊 长河五号的这个带回来了 一些天体采样 对1.7公斤的月球岩石 那他们现在我据我所知的很多机构就轮流在用这些月岩做研究了 是 那另外一个是长河六号很有趣 将到月球的高价值地区进行采样 这个高价值地区我们来解释解释好吗 千万不要误会 不是金矿不是什么银矿的 是 它是你了解月球历史的重要地点 也就是在过去美国有最大的话语权 是 因为斯维尔落下去了 一系列无人的 阿波罗人到了那个地方 人就可以做很多当场的判断 所以人只要落到月球表面 你当场挖样本 当场做分析 你很多东西 什么地方可以再继续挖 马上可以做决定 所以那个是一个大的进展 我们需要说阿波罗任务不得了 是 但重点是说 那你如果说下一个再去的话 我们看你要落在什么地方 阿波罗任务跟前面的任务呢 知道月球的地质历史 大概是在近二十亿年 是 跟三十亿年以前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月球历史的二十亿年到三十亿年前 这段是空白的 那段还有没有火山运动 还有没有熔岩喷出来 不知道 是 所以他选择这样的地方 跟美国的都不一样 是 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有趣的设计 有人展览找我说 做一个长幅的展览吧 我给他一个有趣的设计 就是月球变成一个苹果 一个苹果皮削下来 拉出一长船 上面看出来是整个22个太空船摆的位置 那是月球表面 所以你就发现了 绝大多数的太空船集中在某一个区域 另外有几个单摆幅哥的摆在别的地方 那些别的地方就能够弥补 你在这一堆地区没有办法涵盖的地质历史了 是 所以这个所谓的有价值地区是这样子 那然后嫦娥7号到月球极区去了 要研究的是水分 为什么 那就是南极了 南极对 为什么水分 是因为这个极区的想法会说有一些陨石深坑 太阳如果照不到光的话 它温度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如果有水冰 就会以冰的形态最早最早古早的冰 古早的低压冰一直会留下来 是 对啊 所以他是想这样 那嫦娥8号跟7号要协同工作 月球的资源开发 这个东西其实到后来我们也会 其他的也讲到了月球的资源 到底要怎么样 从就地取材的角度 以后让人能够住地生活 底下有好几个新闻 也跟这个有关系 是 我们首先要看 让太空人就地利用资源 对 不过有趣的是 真的人要上去的话 月球的这个 极昼 它的昼夜的分布 我们可能再跟观众再提醒一下 一个是说 我们以为一个月的时间 地球不是一天转的 有白天晚上吗 那月球一个月就是一天 不是这样 对 14天白天 14天黑夜 因为他一直面对的地球 所以他绕地球绕一圈的过程中 他的背面有14天是得给太阳照的 那转到地球的这一面来 黑夜这一面的时候 有14天的正面是给太阳照的 这背面是14天的黑夜 这是为什么以后大家要去月球玩的话 你要知道 一个白天长14个地球天 对 跟我们常识里面 地球的也是不一样的 对 而更糟糕的是 这种情况底下 你到了极区 极区里 你的永昼跟永夜 可以长达180天 对啊 所以很有意思 这个对人好像情绪上 心理上是有很大的影响 有很大影响 所以以前讲说南极那个地方 几千个工作人员 到了夏天快结束的时候 赶快上飞机回来 是 回不来就留在那过夜了 过大半年 对啊 也据说我听过一个很很可怕的故事 说情绪在黑夜里 长期的黑夜受到影响 是 有一个工作 一个研究人员吧 跟人家下棋 下书了 生气了 一摔桌子 转身就出门了 外头是冬季黑夜的大风雪 再没回来了 哇 这个故事 听起来是有象征意义 深奥 但是 很恐怖啊 对 不要随便生气 这比鬼故事还难过 你看 对啊 不是 他最后下了哪一步上 过河竹子 对 人下这么期 我都不知道的 太空人就地利用资源来 想办法生存 是这样吗 一定要这个样子 因为 以前这不是看火星吗 毅力号上去 带了个机器 很重要的 就是要把火星表面 二氧化碳 占大多数的大气层 分解出氧气来 是 那现在月球上面 你说有没有大气 没大气啊 没有 你想有二氧化碳都找不到 但是呢 他月球表面 有氧化铁 秀 对 就是秀 对 他们叫赤铁矿 赤铁矿 那赤铁矿是可以 氧化铁本身 是可以想办法 把氧取得出来 你把它拆开 那你就又有金属了 油的铁 你就可以盖房子了 是 做很多事情了 还可以打造冰刃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乐观的想法 但是他的量够大吗 那就得看你是怎么样的 现在火星表面 那个小规模的成功啊 转送出来一些氧气 他们的估计说 你真的要让人能够在里面活一点点时间的话 你这个机器要一百倍大 而且他恐怕盖房子的那个铁 会是很大的量 是不是 我很难想象说 他做一个模型的一百倍 就能够符合 不过大学生 我做一个大胆的猜想 以后在月球上面盖房子 应该都是3D列印 那3D列印的材质呢 应该在地球 在月球表面的土壤里面去找 想办法把它那个材质 转成你能够3D列印的东西 但是那样的话就不见得有氧 对不对 那氧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你是屋里面可以有铁器 是 跟氧 好 欧洲太空总署计划在月球上建造 第一座氧气工厂 这个原理又是什么呢 对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这个氧化系 对对对 它是很好玩的 你说月球表面带回来的sample啊 研究了以后 发现了月球表面的分化层 里面40%到45是氧气 那所以它是氧分化层里面 含量最高的单一元素 但问题是 它是以矿物的形态存在的 比如说三氧化二铁 赤铁矿就是那个样子嘛 黄铁矿是硫化铁 所以你如果看得到赤铁矿的话 它是有大量的氧被锁在那个矿物里面 那如果说能够的话 月球跟火星表面 说不定都能够把氧气分离出来 那这就是巨大的商机了 好 接下来把月球火星的地表 当成是氧气的农场 新的设备会 会把有毒的土壤又赚出氧气来 是吧 对对对 为什么有毒呢 一讲有毒 大伙的月球火星又不敢去了 对观光师也影响颇大 主要原因是因为 月球跟火星表面土壤 有强烈的紫外线 紫外线跟宇宙射线去打它 那里面不是有氧吗 出来的氧是什么 活性氧 这什么意思 我们在地球表面那些养生物质 都不是常常会降低你身体里面的活性氧吗 活性氧是氧离子啊 或者是什么 就它很有活性 它不是稳定的 对 它结合你的细胞 破坏你身体里面的组织 所以这是为什么养生圣品都说了 我可以降低你身体里面活性氧吗 所以他说 在火星跟月球表面 光靠宇宙射线跟紫外线 就会打出很多活性氧 那对人类来讲 当然是不好 你没有穿太空服的话 都会灼伤的 但问题是说 他们现在如果能够把这个活性氧 从中转化出氧气的话 那就好了 好 那么这都是构想了 那到底这样的机器 或者是设施 已经有门路了吗 这次就是Mars Oxygen 我们不说火星氧气连在一块叫什么 叫Mars 就是毅力号带上去的 这个把火星氧气还原出来的实验 是成功了 但是刚刚说了 规模要大100倍 对 规模要100倍大 不过大军很好 你可以想象以后100倍大的 到了以后 咱们就都可以去了 对 你每次都给我一些很虚假的幻想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 比我们年轻很多岁的年轻人来说 并不是幻想 对不对 这需要可能要很长的时间 在一个一定的科学基础上 去从事开发 对 不过大军兄 我想后知是今 由今知是习 我们回头看看100年前 是 2022回去是1922 我母亲是1923年 民国12年出生的 是 她出生的时候 因为家里面的环境比较好 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冰箱了 对 民国12年 1923年就有冰箱了 是 后来慢慢电灯也进来了 但是电灯进来以后呢 乡下来的老妈子 丫鬟 不知道怎么开 电灯挂在屋里 傍晚天黑了 站在凳子上 点着养火柴 要去点那个电灯 大军兄 这是100年前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 100年后的人们看我们 就是这样看法 你这样讲我就明白了 你刚才 我刚才我说 你给我提供虚假的幻想 他想不对 就是我没有远见 对不对 我还正在拿着火柴 点灯 点灯 你不只有远见 你也有天下 NASA正在开箱 50年前 带回来的月球土壤的样本 那是一个真空冠 对 他就是以前我们讲过这个新闻 说他带回来的东西 也没有说一次都拆开了 留了一些 那后来你的技术越来越 分析技术越来越好的时候 再去拆 否则你一拆以后 他接触了地球的空气 接触地球胺基酸以后 你根本说不清楚了 反正说的变成地球上的影响了 对 我们只是把这个 看一看说 他当年1969年到1972年 不大军兄 我觉得这也是很久 1972-829-202-22-22 就是50年 50年前 50年前带回来的东西 2196个月宴样本 那现在就把剩下几个 再把它打开了 是 那打开以后 用现在的高精密的光谱技术 去看 到底他有没有 不一样的东西了 今年2月 开了两个真空密封样本的 其中一个 来介绍一下内容 对 他开了以后 主要是看有没有月球气体出现 那结果密封完整并没有出现 也就是说 他整个的样品本身 还是维持在良好的初始状态 50年前 对 这个时候 你去切割样品 里面出来的气体 那就是当年月球的气体了 当年火星来的陨石 也是这样子 切割开了以后 看到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 就说当年火星有生物 生命什么东西的 所以月球也是这个样子 不过就说有趣的是 他这个月盐 主要是没有月球上没有水 但是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滑坡下来的地方 在那边踩的一个滑坡 那到底是水 有没有在这个月盐样本里面 不知道 所以看看这个月盐 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个地方 类似像地球上的滑坡地 到底有没有土石流经过 50多年来 从1969年 我们在黑白电视机上看到 一小步一大步的影像之后 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媒体上看到 美国人解密说 月球的岩石提供了什么什么内容 这个好像一直很神秘的 不是很神秘 而是说他这个东西的新闻性可能不是很高 因为他在地质学上面 在整个太空的物理学上头 我们讲说行星地质学跟卫星的地质学上 他有很重要的结果 也就是光是你来的一个月盐 可以发表20篇文章 也就是说在内行的 这个journal里面都会已经发表过了 对啊 就是这些你月盐回来以后 主管机构就会拿出一部分来 分到有各个机构提计划书 那如果你提计划书 我要研究月盐的某一个方面 就发给你了 那你研究完以后 你再教给我 我再教给别人去研究他的另外方面 因为如此珍贵 我觉得我们听起来好像无关痛痒 但是对他们内行的科学家来讲 你看到月盐在你面前 在显微镜底下 在电线里面 那是很感动的 我们在科博馆 当年科博馆 现在还有一个月球岩石 那个月很小 小到你需要旁边弄个放大镜 才看得到 你的手是听众看不到 大概有多小 大概应该只有一两个millimeter吧 就是0.1 毫米 对0.1到0.2公分左右 对 所以小小的 好小气 给他们一点 你希望他给一个拳头大的石头 扔你家窗户里 是 我们谈谈机制好 好 他到火星已经一年了 是吧 完成了第21趟的飞行 我觉得 而且他本体丝毫没有磨损 这个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在这方面 你会发现 讲太空发展 美国还是领先的 是 中国大陆在很多方面 急起直追 看到他单点突破 又好些亮点出现了 但整体的太空累积 长期累积的资本 美国人还是很厉害的 机制好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例子 是 上去不是指设计了飞五次 五次能够成功飞起来 落下来就已经结束了 对 功德约满了 现在已经到了21次 不得 21趟 越飞越愉快 我反而替开始替机制好担心了 怎么说 因为NASA这些科学家 凭让他怀抱的心理 实际上他也没有看过战国册中国古书 就是飞鸟进梁工藏 是的 狡兔死走狗棚 因为我看了太多这样的例子 他等到他的主要 他的primary mission结束以后 主任务结束以后 他开始玩 他开始玩 对 那玩法 你想象不出来的 像卡西尼号 在土星旁边 该拍的该看的差不多了 第一件事情 让他低空经过土威尔的南极喷泉 他是从地面不到50公里的低空 不是50公里 好像接近到几公里的范围低空 直接从喷泉里面穿过去 看看他会飞得过去 飞不过去 take a shower 冲个水干嘛的 因为你知道喷泉会很重要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太阳系里面 有可能有外星生命的地方的话 土威尔其实很重要 因为他为什么会喷泉 第一个有水 第二个有压力 压力怎么来 地热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玩完这个以后 又让卡西尼号 从土星环的内缘 跟土星表面 那个窄窄的缝里面 高速穿越 土星本身是 这个重力轨道的其中一个焦点 那如果你要这么近的接触这个焦点 代表这个轨道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椭圆 长形的椭圆 焦点在很远的两个方面 那结果是什么 就像哈雷彗星绕太阳一样 拉到最远处 它几乎是停下 慢的不得了 但来到最近的地方 经过这个重力体旁边 它的速度是高到你难以想象 哈雷彗星接到太阳旁边 近日点速度是每秒钟56公里 你乘上3600秒 那是20万公里 时速20万公里 从太阳旁边绕过去 但到了远方以后 76年的一半 38年到了远方 那速度慢到你 你可以拨着它玩都可以 但你知道吗 卡西尼号一样的道理 它拉了远野以后 再冲过来 经过的土星旁边 那个速度是快到难以想象 可是你竟然要让它 从那个缝里面穿过去 卡西尼知道都要哭了 你把它拟人化的太敏感了 对其他的像麦哲顿号 撞金星 然后伽利略号撞木星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科学家们会在机制号完成第几次任务之后 也就是第几次的飞行之后 再怎么玩它 对不对 它应该就是越来越危险 制空时间越来越长 然后开始做一些 我们在美国做科研的时候 常常听到一句话 Push to the limit 推到极限 也就是你申请望远镜的观测时间 你这个要看的天体 目标时间 扑望时间什么的 是要到这个望远镜的极限 它才会给你时间 涛用你刚才说的 take a shower 太可笑了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 孙维新谈天 维新兄 太空产业发展计划 你看这几个字 就知道是我们自己的了 对 有有渴望会扩大 而且要加码布局低轨道的通讯领域 谈一谈这个议题 我觉得现在终于让我们的从92年开始 021230年了 我们的国家太空中心 当年叫国家太空计划室 走向能够大开大核的基础上面了 也就是说 你现在开始把这一个太空计划 太空中心 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变成行政法人 一旦变成行政法人 它的性质就不太像公务机关了 它有更多的弹性 在人事跟经费上面去操作 那更不用说我们新的太空中心主任 吴宗信教授 交大的教授 自己做火箭的 所以他应该有很多想法 除了把原来的三级计划 三级计划当年要做10个卫星 里面有很多是通信的 对地球什么的 但是他希望把一些资源运用在培育太空产业 尤其是低轨道通讯 更不用说 未来他希望能够做什么东西 能够去发展 国防产业 5G 人工智慧 物联网 所以跟这一个太空产业有关系的 其实很多层面的 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 那就 我相信是可以做的了 如果有行政法人的方式来发展的话 是不错的 可以更具体一点的 说说这个低轨道通讯领域吗 那我说老实话 我也是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发展 为什么 因为马斯克的Starlink在那边 是 然后说欧洲或者是其他的 也都有OneWeb 英国OneWeb 我们前两个礼拜不刚提过 大家都在做地球周边卫星所形成的通讯网络了 那你说低轨通讯网络 那就是大概是200300到500公里左右的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亮点 能够做出什么特色来跟人家区分来 不知道 但重点是这样子 就是太空中心 它规划出未来发展 所谓的新太空产业 包含了第一个 传产 传统太空产业 对就是你做卫星 那另外是太空旅行 牵涉到人的问题了 是 太空军事更敏感了 另外是太空殖民到别地方去住人了 这听起来太空旅行 太空军事 太空殖民 这四大面向的后面三个面向 都好像不太实际 不过大尊师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看的高远 从基础做起 所以你的目标可以定高远一点 而不是只是今天到明天 从手到嘴巴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希望目标可以定高远 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说 在三期计划的时候 我想增加一些亮点 譬如说 你真的加入人家的计划 送个小卫星到月球表面去 那你就有很多特别东西 可以来激励年轻人 那你如果说都做过去都做过 就是你把太空产业变成传统产业的话 年轻人不会有兴趣的 他的第一项就是传统太空产业 对但是 看起来好像他有的依靠 因为至少别人做过 对啊对啊 如果你今天跟年轻人讲说 我们来做个计划 好好研究一下月球表面 什么地方可以住人 或者是说 那我们如果到了太空 太空站上都去 我们有哪些人类本身的生理啊 甚至有趣的生化东西可以做的 就是你给年轻人一些更刺激的东西 因为他要的是新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了 年轻人想看到的是 他能够带领做什么创新 而不是他进到传统产业里面 变成其中一个螺丝钉 好的 国研院自主研发卫星导航接收机 这看起来是一个传统的太空产业 对不对 对对对 来谈谈这个话题 但至少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蛮蛮不错的进展了 国研院 我们就是 国家发展研究院啊 我觉得这个很好 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做的设备 小的设备 能够跟着小卫星上去了以后 在轨道里面 度过了两个月 离地500公里 就是标准的低轨道了 是 那两个月之后呢 他本身的GPSR 他也是GPS 加一个receiver 接收机 对一个接收机呢 仍然能够运作 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这一个GPSR里面的设备 叫做Space Qualified 太空 通过了太空环境的考验 对对对 也就是说 取得了太空飞行的驾照 是吧 不是 就是说我们以前 90年代 92年 我们不是被有一批教授 被送出去学太空计划 那时候太空计划是刚成立 找了30个教授 我也在其中 送到美国跟法国 各去受训 当时就学到 这个Space Qualified 这件事情 那时候 讲课的讲师们 一说了 现在美国的 太空船上用的还是 那时候叫什么 奔腾 Pentium Pentium 奔腾2 奔腾2号 我们说台湾都已经发展到奔腾5号了 美国人怎么这么穷 奔腾2号 这样吧 台湾捐你个奔腾5号 只要说台湾捐的就好了 美国人就笑了 他那个奔腾2号 虽然古老 虽然运动速度很慢 你一开机 他想半天的 但他可靠 而且那里面每一个电子元件 外面都是包裹的重金属的 因为宇宙射件很厉害 你在地面上 你有大气层保护打不下来 但你在太空里面那些电子设备 电阻电容电晶体 也小的IC什么的 一个高能量的宇宙射件 只要穿过去 要不然就把它打死 要不然把它打卡住 卡住他们叫做Latch Up 一个专用名词 所以你要让你自己本身的电子零件 不出问题 是你整个电脑里面的 每一个元件 都要拿重金属包裹 它叫Hardening Hardening 也就是说都要Space Qualified 对 那现在台湾自己能够研发 卫星导航设备 然后上去两个月 没有出问题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消息 是 好奇号在火星上 看到了小花 这个怎么让我想起来蓝莓 有没有印象 对 有小花也有蓝莓 蓝莓 我许 这十几年以前的事 对 大尊重 我们在这讲挺高兴的 很多人如果听了以后 没有听到前后文 还真的以为火星上面 有小花 有蓝莓 到底怎么回事 对 我们先从蓝莓讲 还是先从小花讲 我们先讲小花好了 挺可爱的 好奇号漫游车 最近在火星表面拍摄到 看得像小花的东西 对 2012年是好奇号落下去的那一年 那在那之前 2003年出去两艘 分别在2004年的 1月初跟1月尾 落在地球 月球火星表面 一个叫精神号 一个叫机会号 是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2012的好奇号 在走的过程中 拍地上的东西吧 那看到一个 一公分的奇特构造 好 它就像是一个地上 长出来的石头小花 是 是个矿物结构 但形状看起来就是 123456789 还有9到10片枝条 像是什么 像是一个粗感的仙人掌 是 也就是一根一根条状 仙人掌长上来 它大小也不够一公分左右 很小的 所以他觉得 这个照片流出去 然后又是火星上有高质生命 或者是有生物 对 结果 对 结果它就只是一个 矿物的成岩金醋 产生的效果 成岩金醋是什么 你这几个字怎么成功的成 岩石的岩 结晶的晶 醋是 剑醋的醋 剑醋的醋 里原醋的醋 对 成岩呢 他说沉积物发生物理或者化学变化 让矿物重组排列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成岩像什么 像我举个类似相关的例子 木画石 木画石 我们叫细化木 也就是 有些大树 我们以前有一次科普学游带了几十个六十个学生老师 去美国看日食 日食是在丹佛 在内布拉斯加 在往北走 但是我们从洛杉矶进入了美国以后 12天的时间 从美国洛杉矶出发的到加州到亚利桑那 到新墨西哥州往北走 再到克罗拉德州 一路上去 中间就会走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有一个木画石公园 木画石的意思是说 这都是几千万年以前 那个地方的大树 参天巨木 那个地方当年可能有很多水 就木头很多 但是呢 倒了 为什么倒了 火山爆发 还有再加上土石流 是 火山爆发 它火山熔岩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二氧化碳 然后出来的细酸盐 这细酸盐呢 它的水含丰富细酸盐水 把这些树都给埋在水里了 埋了很长时间以后 这些树的形状没有改变 连树皮外面的皮都成了化石了 可是里面的木质布 就完全被这些矿物质类的细酸盐取代了 细酸盐包裹起来了 对对对 所以里面就漂亮的像宝石一样 五彩缤纷的宝石 是 那有些树干呢 已经裂了一半了 你看得到里面像把玛瑙玉髓那个样子的颜色 有些碎在地上满地都是 是 但是你要剪的话 剪一块罚2500块美金 好 你把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是告诉我们这个 好奇号的任务 好奇号也发现了这个小花 也是同样东西 不是说他有个成盐的过程 就他从树木木质被取代成了盐石成了化石 那也就是说他想看这个东西出现了当年是不是有水 所以他现在用很多间接的手段去研究过去几十亿年 是不是真的火星表面有大量的水存在 那火星上的蓝莓又是怎么回事 蓝莓是更有意思 这是更早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的是2012年的好奇号 但是我们看到蓝莓是2004年 我们说机会号上去 好 by the way再讲一下大春兄 机会号 他的命运还真的是非常的坚强 怎么说 上去2004年上去 只打算活90天 他的primary mission主要任务是三个月 是 活了14年 不得了 不得了 又有小花看 还有蓝莓陪着 对对对 稍后编个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 孙维新谈天 火星兄 刚才我们还没讲完呢 火星上出现了小花朵 这个是稍微靠近我们现在一点 大概是十多十年以前 可是更早2004年就出现了火星蓝莓 我们知道他当然不可能是真的蓝莓 到底是什么 是这样子的 那个当年在2004年1月份的时候 7月1号降落了 1月24号左右了 降落以后呢 他是地方 就是子午线平原 meridian 就他 他去看一块裸露的岩石的时候 那有一块覆盖着坚硬的圆形灰色卵石的区域 那你卵石其实很小 是 那但是很圆 所以他就把那些小小圆圆的卵石呢 就叫做蓝莓了 后来发现这些蓝莓真的是有大有小 小到你可能是甚至到微米的层级了 你需要用 那不是沙子吗 这放照相机放大 你才能看得到他 所以呢 那时候一开始讲说 到底什么理论 他形成了这样子 小小的圆石头 而且他是牢牢的牵在整个大的石板上面的 是 他说像英格兰松饼中的蓝莓 我不知道英格兰松饼什么样子 你可以想象 放在甜食上面的蓝莓 对 他就是这样 他说什么 他说原来这些东西应该是包裹在岩石里面的 那岩石的材质可能比较松 被封杀打磨以后呢 岩石被腐蚀了 小岩石比较结构 比较结实 耐腐蚀 所以就留下来了 是 那很多细微的蓝莓呢 一百维米到六个毫米 一百维米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一根头发的直径 如果说是一个毫米的话 就是零点一公分 零点一公分 对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大的 对比较大的 不过大人用也就是当你看到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 你只要打火星蓝莓四个字 你顺便你在在Google生日蛋糕到哪买的时候 打火星蓝莓啊 你就会看到这些图像 那图像还真的 你想象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形状如此均匀 美丽圆润的东西 留在那个地方 而且看起来 它应该是相当值钱的 比钻石可能还有价值 是吧 当然我们老是会绕回到价格上面来的 没办法 我就是个俗人 的确 这些东西在地球上根本没有 没有 抓一把放口袋里 你要真带回来的话 我跟你讲地球上马上出现防制品 山寨版的蓝莓 那我们的科学一定非常进步了 火星上的东西我们都能造 对 来 原先预测 吓得我半死的 2023年会撞上地球的小行星 证实是虚惊异常 我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小行星发现以后 你要确定它的轨道 不是一件容易的短时间的事情 你光看一个点 小行星发现了 找了一个点 那坐标出来了 那没有用 因为它往哪里走 你不知道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第四个点 点数越多的话 那个轨道就越清楚 一般来讲 小行星 你能绕太阳就是椭圆 那你只要看了几个点以后 你就能够把椭圆 依照那几个点画出来 那几个点一决定了 椭圆就决定了 轨道就知道了 轨道就出来了 你看那个椭圆 按照时间绕 会不会跟地球 这个椭圆 轨道撞到一块去 跌到一起去 这个小行星 今年初吧 对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今年1月6号的时候 70米 70米直径 对 70米直径 不到一个足球场 但是也够巧了 对 这个东西是 危险的不得 如果撞上的话 是 危险的不得了 因为他发现之后的几个小时 那个时候对他的认定危险指数 有一个叫Palermo Palermo是加拉利群岛的一个 一个城市 巴勒姆 另外还有意大利的杜林 危险指数 都是来形容小行星 撞地球的危险指数 是 那时候被评成最危险等级 从来没有这样事情 从来没有出现最危险等级的 是 那再分析了以后 撞击机会 急剧下降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安心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无趣 等一下 会撞上地球的话 那么70米的这么样一个小行星 又是高速飞行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半个州吧 半个大 continent 半个像非洲 对 就是你要几个中型国家 加在一块的地方 那就完蛋了 那70公尺是这样的 对 因为70公尺撞下来 通常可以造成 它的本身直径的 十几倍到几十倍的洞 那然后推动移动的 沙子石块 我们这样看一看 那个亚利桑那 它的那个直径 那个坑啊 是 1.2公里 是 它当时撞下来的那个东西呢 估计大概是 十几米 二十米 所以它撞出一个 1.2公里的洞来 10倍 对 它推动了3亿吨的吐石 移开形成一个巨大的洞 是 那当时所爆炸产生的热波 跟那个暴震波 周边很大一片 大概生物是不存在的 是 所以你这个东西撞下来 除了那个直接 弹灼点 嗯 那周遭这样一片环境 那就不用说了 对 那你其他的国家 甚至整个地球的气候 都会产生 做千动 对 对 还有一个更恐怖的消息 小行星在被发现之后 恐怕两个小时就撞到地球了 那已经撞过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新闻 这是历史故事 对 3月11号 匈牙利的天国学家 他用个60公分的 史密特望远镜 发现一个小碎片了 你讲小行星很吓人的 对 小碎片 两个小时之后 小碎片就撞到了挪威 西南方的北冰洋上空 直径两米 很小 很小 所以因为很小 所以发现就撞到了 对 因为这么小 两米 这很不容易看到 但是你 我想就导过来说吧 你能够在撞击前两小时 发现的东西 大概就是两米 每秒18.5公里 那有记录到爆炸 格陵兰跟挪威都记录到爆炸 是 2000吨的TNT 2000吨的黄色炸药 2000吨黄色炸药 应该也不少了 很恐怖的 对 但是两米 刚讲那个70米 而且两米跟70米的差别 不是68米 还是多少倍数 两米跟70米 不要说出35倍 那就把2000吨成35 不是啊 不是啊 你谈的是体积 所以你两米跟70米差别 是35倍的三次方 那是不得了的 我连算数都不会算 是 好 观察到双星系统里面 行星诞生的开始阶段 大人兄 这个虽然不太像我们太空发展 或者美俄太空斗法那么刺激啊 但是这科学上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 双星系统是宇宙里面普遍存在的恒星系 恒星系统 也就是我们太阳单摆伏格就一个 是很少的 是 50%以上的行星是双星或者多星存在 那话就说回来了 到底双星旁边有没有稳定的行星轨道 如果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个行星上面 一太多一看天上两个太阳 是 那就多有意思啊 有意思吗 很热啊 那结果呢 他们就说了 这是做理论研究的 那他观察到了一个用 L马 我们讲那个 阿嬷 对无线电波什么 阵列是吧 对对对 这四毫米啊 阵列什么的啊 他观察到了一颗特别的天体 那这个天体呢 应该是双星 但是呢 他旁边是有一个物质圆盘的 这个什么意思 也就是太阳系在形成之前 他就是一个物质气体的圆球 有灰尘 有气体 那这个东西因为重力的关系慢慢往里面缩 是 一缩呢 彼此粒子碰撞 他就会开始旋转 开始转圈圈 一转呢 他就变扁 角动量守恒 一转他一定变扁 细节不就不说了 南北级会往中间 他 适道的慢慢转 也是往里面缩 可是缩到硬程度下不去了 因为他越转越快 转得很快了以后呢 南北级继续往底下 他缩 你最后就出来一个盘子 这个叫圆恒星盘 圆是原始 圆来的圆 对对对 圆恒星盘是说圆恒星 这就叫圆恒星盘 中央那个就出来就叫圆恒星了 因为中央还是一个稍微图的东西 物质最大 中央那个球 你可以想象像什么 我们以前不是常喜欢踩在一个球上跳跳 我知道跳跳球 他就有点像一个比较宽的 这名字太直白了吧 圆恒星环 乐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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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就你站在那跳 像圆恒星环 差不多那样子 所以你旁边那个灰尘云气的 那个扁扁的盘子 就是你将来的行星形成的东西材料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太阳系八个行星 都在一个平面上 他就是那个盘 就是那个盘 中央那一大堆物质呢 形成了发热的 能够发光发热的 核融合东西 就是太阳 那旁边这些东西呢 会逐渐在圆恒星 在这个恒星盘里面 逐渐会产生圆行星盘 一个一个小的地方聚在一块了 不是有两个恒星吗 没有 现在就讲说 你如果今天所观察到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发现它是一个大盘 分成两个中盘 两个中盘各自形成了一个行星 那各自中盘旁边有一堆小盘 下游销售的对象 就是行星 就是行星了 但是你还会有一些原来的大盘 外面的灰尘 形成一些比较遥远的行星 绕着这两个中盘转 我们在谈什么 中盘就是那两个恒星的系统 对不对 如果只剩下一个大盘 那就是太阳的比较少见的 这种系统 对不对 单个星的 对 而且大盘转 我估计啊 我们最近的得到 最近这些年学到的知识 太阳里面八个行星 还有一些小行星什么的 其实不是最原始的样子了 我们原来可能比这个要多得多 但被中立场都甩出去了 等到下一回你来我们节目之中的时候 再来仔细的为我们分析分析 没问题 好谢谢